如果說我們剛剛寫的這一段 是用4回圈 所以剛剛主要是這個 for i in range 然後我再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 如果它已經是第三次了 i i其實就是次數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然後而且g不等於rnd的話 那我就跟他講說你答錯了 答案尾 把答案放在後面 那這邊的話有個敘述 加一個逗點也可以 所以逗點意思是說 把第二個參數放在它的後面 它就會把答案放在答案尾 然後空白答案把它敘述放在後面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要用for回圈 我堅持一定要用for回圈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寫 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上面跟下面比較 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堅持 我不要用for回圈 那我們 當然做法其實跟 上一個禮拜 比較那個for回圈跟壞回圈的差別 有點類似 有沒有 如果你要把法回圈 把for回圈改壞回圈第一個 初始值 所以這邊的話 因為我要計算它拆的次數 所以我假設增加一個變數 變數的預設值等於0 意思就是說 我增加了一個 技術的一個變數 C好了 假設是C 然後呢 那什麼時候加1 很簡單 就是當它全部拆完之後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在file的下一階 這邊加一個什麼呢 把它加1 應該是C C等於C加1 那加1之後呢 比如它全部拆完了還是錯 那就加1 所以它變拆第一次了 好 再來的話呢 第二次 第三次 好 那所以呢 如果已經拆三次的話 那我可以怎樣 在底下做一個邏輯判斷 一幅什麼 如果 C裡面的值 假設是大於等於3的話 冒號 OK 那實際上 我總是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我等於3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啦 等於3就表示它拆三次 那只是說一般習慣 應該會用大於等於3 3 4 5 6 都是 所以習慣性會這樣大於等於3 那做什麼事呢 就是把這個程式給停掉 不能讓它繼續拆了 所以這裡的話 可以把剛剛這一行 print 答錯了只能拆三次 有沒有 這個print 把它print在底下 有沒有 答錯了 只能拆三次 OK 要把答案告訴你 有沒有 但是呢 底下還要再多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呢 什麼敘述呢 因為呢 我們要讓它強制 讓這個程式離開 所以記得 底下還要再加一個 什麼 加一個break 把程式停下來吧 OK 好 那理論上這樣就是 一次 有沒有 兩次 三次 還三次 那 那個C的值 如果等於3的話 那就符合大於等於3的這個條件 所以就把這個給顯示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呢 層次這樣應該放OK 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這裡的話呢 我們來拆一下 拆個10 太高 太高的話低一點 我故意猜錯 好 假設我拆三次了 那理論上這個是C等於1 C等於2 這個C等於3 所以C已經等於3了 就符合這個條件了 所以應該會顯示這個 猜錯了 只能猜3次 然後把答案print了出來 並且離開這個回圈 OK 所以Enter 有沒有 還是太高了 然後最後的話 把這個結果print了出來 那答案為9 OK 那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是方法2 那我這個程式寫好的結果 因為雲端上 各位可以看 在這裡 在這裡 方法2的部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兩個方法 其實都可以 達到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一個是4回圈 那一個是 用壞回圈 但是 需要加上一個變數 那累加 反正就是結果一樣 那至於哪一個比較好 看各位 就是 看自己的習慣 你覺得看哪一個比較順眼 或者是哪一個看起來 邏輯 跟你原來思考比較接近 那我想你就記那個就可以了 那只是相比較之下 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4回圈的話 程式增加幾行呢 增加1 2 3 3行 那如果你用 畫回圈的話 它程式增加幾行 1 2 3 4 增加5行 OK 如果當然呢 以那個 行數來看 當然用4回圈是相對精簡 所以我一直強調 我自己還滿想用4回圈 因為4回圈寫出來 程式 就是相較於畫回圈 會有一個效果 就是比較精簡 但是 就是 是不是你也喜歡這樣 不過這個當然就是 因人而異 你可以自己慢慢習慣一下 這邊的話 就是多一個 c等於0 有點像一個技術器 每跑一次 再後面加1 再後面加1 那加1的同時呢 也在底下 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有沒有 判斷說 這個計算的這個數字 有沒有大於等於3 如果有 那就是要離開這個回圈 最終需要一個BREAK 所以這個部分 請各位試試看